國務院會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顧會第一會期倒數第二次議院會 標定9點50分 國事論壇會後才進行質詢 但韓國瑜剛踏上主席台 台下欄尾都很捧場 幾乎都到齊 羅志強抛出合照 說9點就到 還向民進黨的綠色巨英團 是不是又要找韓院長麻煩 但同一時間 民進黨團正忙著開作戰會議 假期動員令討論下週各委員會議程 尤其針對上週韓國瑜沒收質詢權 擬定朝野協商的應對方案 不過爭議似乎還猶寄於心 1月22號這天 院會交通組質詢有高達7位 民進黨立委都改成書面 其中林除英被排在倒數第二棒 臉書炮轟 一日被韓國瑜搞到心生恐懼 就怕又被沒收改書面 至少有質詢 為什麼到韓國瑜 因為他個人的錯誤就扭轉成 變成卡韓跟護韓的戲碼 這一點我個人感到非常的遺憾 最重要的總質詢都可以放棄 代表說他們不覺得質詢是很了不起 那這就很奇怪了 以前人家不小心質詢被跳掉 被罵薪水小偷 那這些是怎樣 薪水強盜嗎 所以不要雙標 雙方泡聲隆隆 而這週未還委員會 陳玉珍與吳思瑤發生肢體衝突 民進黨團也要擬定相關的SOP 國民黨的意識暴力在前 又引發肢體暴力在後 那相關未來我們在各個委員會 因應必要請大家每天都一起站起來 我們會很快集體啊 剛剛昨天晚上我們人家 然後加班人家 我們一拜討論 到十點半 我們有我們的進度 沒收質詢權爭議 讓朝野正火越燒越旺 華新聞張正解錄 今天是消除採訪報導 多謝